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相信大家对洋葱并不陌生 这是我们经常吃到的一种食物 特别是对于西方人来说 洋葱是很受欢迎的 其实洋葱不仅味道不错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食材 我们在平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洋葱 对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好处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洋葱的辛辣味 那么不妨就可以用洋葱煮水 如果每天晚上睡前喝上一碗洋葱水 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带给我们身体许多的好处 小编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准备这碗洋葱水 首先我们只需要一颗洋葱 将它剥皮切小 将它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锅 加入500毫升的开水 再将我们的洋葱放入 开火将它煮滚 那么每晚喝一碗洋葱水有什么好处呢 洋葱当中有着一部分的大蒜素 这种物质有着很好的消炎杀毒的作用 在这种天气流行性疾病比较广泛的情况下 不妨多吃洋葱对于对抗流行性病毒有不错的作用 如果大家想要预防感冒的话 可以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喝上一碗洋葱 除此之外洋葱对于降低血脂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帮助 同时还能促进身体的排毒 在晚上的睡觉前喝一碗洋葱水 可以帮助你起到排出体内的毒素 而且对于内脏毒素的清除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平时适当的喝一些洋葱水 有着非常不错的养生效果 除此之外洋葱当中还有一种名为前列腺素A的物质 这种物质对于扩张血管稀释血液有着很不错的效果 从而达到降血压的作用 如果在每晚睡觉前喝上一碗洋葱足水就能促进体内的钠盐分解 从而有利于排出体外 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在平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洋葱水 这样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寒冷的 所以很容易感冒 感冒时很多人就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尤其是一些小孩子 感冒发烧时家里人特别担心 这时候为了缓解感冒或者是咳嗽症状 不妨给孩子煮一碗洋葱水 睡前先让小孩喝掉 第二天起床之后 感冒症状和咳嗽症状都能得到有效的缓解 这是因为洋葱具有一定的杀菌功效 我们的洋葱水煮开后 我们再将它熬煮多5-10分钟即可 10分钟后我们即可关火 将它渗入一个碗里 待它烧凉后即可饮用 那么这碗洋葱水什么时候喝最好呢 小编刚才已经说了是在每晚睡前 那么睡前几个小时 小编建议大家在睡前的两个小时饮用 洋葱中含有肯定的钙质 而早晨是人体钙质排汇最好的时分 这时候适量的饮用洋葱 煮水可以补充人体 钙质对骨子蓬松有所预防 此外洋葱还具有帮助入眠 建议在睡前两小时内饮用 以避免增加夜间排尿量 影响睡眠的品质 如果大家觉得洋葱辛辣的味道过于重 那么可以加入蜂蜜调和它的辛辣味哦 晚上睡前坚持喝洋葱煮水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让你的身体 带来了这些好处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款洋葱煮水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